大家好,我叫田宇 我是一名民主大使 我是维多利亚州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维多利亚州选举将在11月举行 为了让您投票有效 请务必正确填写选票 在投票点,您会收到两张选票 小一点的那张是众议员选票 大一点的那张是参议员选票 那我们先从众议员选票开始 投票时请填写数字 请按照投票选择顺序 在所有的方框内填写数字 在最想投的候选人旁边写下数字1 第二想投的候选人旁边写下数字2 第三想投的候选人旁边写下数字3 依此类推 所有的方框内都要填写数字 参议院选票有两种填写方法 第一种方法在黑线的上方填写 可以在最想投的政党或团体旁的方框旁 写下数字1 这样填写就代表您投票的政党或团体 会自行决定哪些候选人能获得您的选票 无需再有其他操作 或者第二种方法 如果您不想让政党或团体帮您来选 而是希望自己选择候选人 那么您可以在黑线的下方填写 必须按投票选择顺序 在至少五个方框内填写数字 在最想投的候选人旁边写下数字1 在第二想投的候选人旁边写下数字2 第三想投的候选人旁边写下数字3 第四想投的候选人旁边写下数字4 第五想投的候选人旁边写下数字5 如果您愿意 也可以继续填写更多的方框 或者填满所有的方框 两张选票的填号后 需要分别放在各自的选票箱内 如果您在选举日当天需要帮助 可以让家人或者朋友陪伴您进行投票 您也可以请VEC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您 如果您对投票方式有疑问 请拨打口译服务热线9209-0106 或访问网站vec.vic.gov.au 选口译员标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